川普先生你错了台湾人没有比美国人聪明 我们只是苦干实干而已 川普指责台湾夺走了他们的半导体工作 并且直呼以前美国都是制造自己的晶片 但是现在台湾制造了大部分的晶片 并且他宣称台湾人有聪明的脑袋 抢走了美国人的事业 美国早该阻止台湾 并且向台湾科增关税 事实上台湾的半导体代工产业 特别是台积电 支撑起美国的机体电路设计公司 同时也支撑起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商 替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美国人来说 半导体制造业很辛苦又很难赚钱 再加上英特尔既不如人 才会导致美国半导体制造业视为 怎么可以说成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夺走美国制造半导体的工作机会呢 川普基本上就是为了选票 激化对立 后续我们要观察台湾会不会被列入制裁的范围 以及美国会不会针对台湾 卖到美国的半导体产品 科增惩罚性的关税 这个将是下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